大家好,我是环球仪式,今天我们来讲犹太人 犹太人又称犹太民族,是伞比特人的一支和阿拉伯人同源 他们的祖先是诺亚的三个孙子,伞、韩、亚弗 这三个人的后代就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祖先 也可以说,这个犹太人他们的历史是在大洪水之前就存在了 在大洪水来临的时候,上帝选中了诺亚 而诺亚的祖宗就是伊甸园里被神赶出去的亚当和夏娃 所以犹太人可以说是被神选中的种族 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具体关系吧 亚当和夏娃生了三个孩子,叫盖尹、亚伯和塞特 这个老二亚伯被老大概尹给宰了,所以他这一脉直接就没了 老三塞特的子孙就是诺亚 诺亚的三个孩子就是伞、韩和亚弗 伞的后代就是亚伯拉罕 所以亚伯拉罕也是犹太人公认的先祖 那这么看,犹太人的历史确实很悠旧 虽然他们在四千多年里,有两千多年一直无家可归 一直被人欺负 但是结果大家都知道,曾经欺负过他们的人 最后都没什么好下场 而古犹太教只信奉一位神 被称为最纯粹的宗教 并且犹太人是母系社会 由犹太母亲所生的人都属于犹太人 犹太人可以说不是一个血统和种族 他们更像是一种宗教信仰 和伊斯兰教差不多 犹太人的身份是以母系作为认同标志的 母亲是犹太人,孩子才是犹太人 著名的马克思就是标准的犹太人 科学家爱因斯坦是犹太人 美国的大财阀 洛克菲勒家族是犹太人 还有大银行摩根 思想家弗洛伊德 艺术家毕加索 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 就连希特勒按意义上来说 都是一名犹太人 据说他的父亲是亚利安人 而母亲是一个标准的犹太人 还有扎克伯格 比尔盖茨 奥巴马 青霉素的发现者钱森 烈霉素的发现者瓦克斯曼 吞食细胞的权威尼可夫 二十世纪的数学巨人冯诺伊曼 青霸之父爱德华特勒 戴尔电脑的创始人迈克尔戴尔 德国领导人 苏联红军的缔造者列宁 列宁的祖母也是标准的犹太人 谷歌公司的创始人谢尔盖 也是标准的犹太人 还有我们以前讲过的 罗斯彩尔哥家族 也是标准的犹太家族 就连耶稣也是一名标准的犹太人 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 按记载 神是按自己的样子造出的人 那也可以说 神也是一名犹太人 那所有人肯定都有一个问题 犹太人在各个领域 都取得了这么高的成就 为什么就他们这么厉害 有人说是因为犹太人聪明 团结 或者是他们的悲剧 造就了现在的辉煌 公元前 犹太人被驱逐出了巴勒斯坦 被迫流亡欧洲 犹太人在被赶离家园的2000年后 他居然还能回到故土 在政治格局已经稳定的情况下挤出一片天空 重建自己的家园 这就好比大清王朝的后代 今天站在故宫里 说这个是我家 我要收回我的产权 我要重新建立大清 就是这种难度 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犹太人做到了 在古罗马时代 基督教已经非常厉害了 我们都知道耶稣就是犹太人 所以犹太教和基督教就是近亲关系 后来耶稣在古罗马黑暗的统治下 遭到了皇室的不满 皇室用30个金币买通了耶稣的门徒 犹大 害死了耶稣 最后的晚餐就是讲这个故事 所以耶稣是死在犹太人手里 两个教派结下了血海深仇 这也是欧洲人普遍迫害犹太人的其中一个原因 这种情况下 他们到处驱散犹太人 在那个农耕的时代 统治者不允许犹太人拥有土地 那犹太人为了生活只能去做生意 后来德国黑死病大面积爆发 所有人都认为是低贱的犹太人 带来的病毒与魔鬼 因为只有他们无家可归 到处乱窜 那结果就是啊 大量的犹太人被杀害 古罗马那个年代政治动荡 天天打仗 打仗就需要钱 那谁最有钱 谁做生意 谁就最有钱 犹太人做生意相当有钱了 因为你不给我土地 不让我种地 我就只能选择做生意 那犹太人本来就不招人待见 而且还这么有钱 皇室就决定 对犹太人的税收是普通人的十倍 为了盈利和生存 有很多犹太人 把商品生意变成了货币生意 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很多税收 结果就是欧洲国家 给他打上了种族印记 他们认为犹太人自私贪婪 犹太人喜欢放贷款 开银行 是名副其实的稀缺贵 但是如果没有压迫 可能犹太人的利润不会这么暴利 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拿不出来钱 就在被迫害 他们只能用钱去买自己的生命 去买自己的安全感 这种安全感需要多少钱能维持呢 答案就是很多钱 这些钱当然不能自己掏药包 你加我税收 我就在商品上翻倍 羊毛出来羊身上 当然你不让我好羊毛了 我就自己痒痒 自己偷偷地好羊毛 在这种情况下 犹太人变得越来越有钱 那就是这样一个饱受欺凌的种族 是怎么说服列强 支持得在巴勒斯坦重新建国呢 关键就在于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三大宗教的圣地 基督教认为耶稣死在这 这个是圣母所带地 穆斯林认为这是他们的圣地 犹太人认为这里就是他们的迦南地 基督和穆斯林就因为这个地方打了上千年 这两家打了正红眼的时候 犹太人出现了 这时候的犹太人流亡欧洲 饱受欺凌 他们觉得如果有自己的祖国 整个民族的命运才能被改善 在他们的民族记忆里 所受到的迫害不断提醒他们 一定要建立自己的国家 之所以他们觉得能做到 是因为以前做到过 其实犹太人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在圣经里记载啊 犹太人在先知摩西的带领下 摆脱了埃及人的奴役 过了约旦河就到了迦南地 迦南地就是耶路撒冷了 然后他们建立自己的国家 国王叫大魏王 就是扑克牌里头的黑桃K 当时领土包括巴勒斯坦 叙利亚还有土耳其 伊拉克的一部分 也是一个强大的欧亚大陆帝国 犹太人的命运也够悲锤 大魏王死后 圣地又被巴比伦给抢去了 后来呢又回来重新建国 之后又被亚历萨那给抢走了 然后继续成功建国 到了公元135年 哈德良皇帝又把他们给打散了 又经历了一次重新建国 后来的犹太人 之所以接信能够重新建国 是他们曾经做到过 而且不止一次 有这种成功的先例 他们就接信 我失去的东西 我一定拿得回来 近代犹太复国的先驱 叫摩西好斯 这个人是什么背景呢 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相识的介绍人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 资格非常老 摩西好斯 他通过写书写文章 提出犹太复国主义 号召犹太人重新建国 真正去实施他这个计划的 叫西奥多 这个人的身份就更复杂了 既是作家又是主编 还是律师 很有文采的一个人啊 他先找到了德系犹太人的代表 金融家希尔什 刚谈了不久 希尔什就停不下去了 他觉得你这个人 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就把这个西奥多给赶走了 既然他不管啊 西奥多啊 又找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 那罗斯柴尔德家族 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下期啊 再继续讲 小姥多